风声、雨声、读书声、生生入耳、家世、国世、天下世、世事关心 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每天陪你学习、进步、成长 有人认为,五十岁后是人生新的开始 五十岁之前,哪怕生活在艰苦 挺一挺总是能过去的 因为我们有时间、有健康、有精力 还有一定的年龄优势 反之,到了五十岁之后 一切都会往复杂的一面发展 对于生活,我们需要熬 对于没精力、没年龄优势的我们来说 熬这个过程让人感觉到艰辛 就跟你登山一样 刚往上爬的时候 你会精力充沛 认为来日可期 目的地就在面前 可当你愈发深陷其中时 你会发现 目的地貌似有些远 自己也逐渐体力不支了 道理是相似的 对于已然到了五十岁的中年人来说 无论你本事有多大 能力有多强 都无法摆脱人老体衰的命运 要知道 时间是公平的 不会让人重新返回到十八岁 回想起以往 原以为没钱的生活 才最让人感觉到痛苦 谁知道 最痛苦的 莫过于我们上了年纪之后 竟然无人相助 只能孤零零的 一个人硬撑着 您好 我是秋子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你终究会明白 55岁到65岁这十年 是人生最为黑暗的时间 在开始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 因你们而精彩 从55岁开始 你的人生将面临困境 45岁和55岁 恰好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 当你人到45岁的时候 哪怕矛盾的苗头已然发生 那你也能轻松应对 但是 当你55岁之后 那你所要牵挂的事 就特别多了 就拿家庭这个问题来说 你既要照顾孩子的感受 又要平衡家庭的关系 这个时候 你不就被夹在其中了吗 为什么我们常说 风向两边受气呢 因为你哪一边都不敢得罪 那只能是自己有苦 自己受罢了 曾经见过这么一件事 同行老陈 他的儿子需要结婚生子 买车买房 但儿子没钱 只能他自己出钱 而老陈的父母呢 80岁了 每个月都需要定时拿药 这就让老陈特别头痛了 在老陈看来 自己过几年就需要退休养老了 而积蓄也就那么几十万 如果花光了自己的积蓄 那他的晚年就凄惨了 可是 对于儿子 自己不该扶持吗 对于父母 自己不该赡养吗 没办法 他只能一个人扛起家庭的重任 哪怕自己身体有慢性病都不敢去检查 更不敢治疗 因为他害怕 怕检查出什么大病 或许 人到中年最大的无奈 便在于中间受气 但无可奈何 在55岁到65岁这十年 你会遇到这三个风险 风险一 你会遇到老吴所养的风险 随着老龄化趋势的逐渐发展 人们将面临养老的矛盾 就是这养老的矛盾 才更要了人的命 要知道 养不起老 这是人到晚年的悲哀 可是 恰恰在这个内卷和内耗突出的时代里面 老吴所养却是一种现实 试想 当儿女不养你的时候 你能有什么办法吗 说的现实一点 有些儿女连自己都养不活 还需要你来救济 如此 你也只能默默承受这样的痛苦了 风险二 你会遇到身体健康的问题 很多中年人活不过49岁 这是现实的问题 而很多中老年人到不了59岁 无法安稳退休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 哪怕我们顺利退休了 那我们的晚年就一定能安稳吗 大多人一退休 身体就出现问题了 大多人一上了60岁 病痛就频频发生 别认为有一定的存款 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有一句话 说得很现实 贫穷和富贵之间 只隔着一张并长的距离 保重好身体 才是富贵到老的根本 风险三 你会遇到未富先老的风险 在近两年 有人提出了一个观念 普通人一直过着负债20%的人生 也就是说 哪怕你老了 上了年纪了 还需要背负着贷款 这里的贷款 可以是透支金钱 为儿女买车买房的贷款 也可以是一直入不敷出的欠债 未富先老 以往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而在今时今日 它竟然成为了现实 这 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在最黑暗的十年 希望你能做到这两件事 首先 健康和钱财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赚钱 不能停止健康 需要维持 对于这两者 我们需要把握好一个度 千万不能走了极端 造成祸患的出现 透支身体去赚钱 容易得不偿失 赚到的钱还不够给医药费 不去赚钱 而去保养身体 容易一直贫穷 造成老无所养的局面 所以说 金钱和健康 这两者需要平衡 其次 保持良好的心态 顺其自然就好 无论遇到什么事 我们能够做什么 就尽力做什么 只不过 我们还要留点余地给自己 同时 我们的心态 也不能过分消极 对于未来 要有希望 对于人生 要有期盼 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卡 也没有无法到来的春天 一切 交给时间来解决就好 借用一句话 过去是过去人 笑笑就好 现在是现在人 尽心就好 未来是未来人 随缘就好 一切 仅此而已 论语有云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耳顺 人每到一个年龄段 人生的境遇和心态 都会发生变化 人到了55岁的年纪 人生已进入后半场 即使再不愿意承认 人生迟暮 各种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带来的挑战和坎坷 都会相继到来 一般来说 人在55岁到65岁这十年 会有四道难熬的坎 熬过去 晚年就是幸福安逸的 熬不过去 晚年多半就会凄苦悲凉 以下是55岁到65岁这十年 绝大多数人会遇到的四道坎 看看你熬过去几道 很多人败在了第三道 一 父母离去的坎 俗话说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路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父母的离去 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失去至亲的痛 还有面对现实 直面生死的焦虑和恐慌 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父母离开后 那堵墙也就随之消失 我们将直面死神 是下一个被死神召唤的人 然而 不管是失去父母而悲痛不已 还是畏惧生死而担忧惶恐 我们都不能深陷其中 而是要尽早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坦然面对父母的离去 勇敢接受命运的安排 毕竟 人生一世 谁都无法躲掉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与其在悲痛和焦虑中 惶惶不可终日 不如珍惜当下 拥抱自己 好好度过余生的每一天 二 儿女远离得看 这世间所有的爱 都是为了相聚 唯有父母之爱 是为了别离 正如龙应台在目送中写道 所谓父母子女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她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目送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她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 她用背影默默告诉你 不必追 俗话说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父母对儿女最深沉的爱 莫过于放手 让儿女在璀璨的世界里成长 学习 自由驰骋 儿女长大成人后 父母也即将步入晚年 即使父母在关心爱护儿女 也应该学会放手 给予儿女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不去干涉儿女的生活 努力过好自己的人生 三 夫妻争吵的坎 55岁到65岁这十年 不仅是中年和晚年的过渡 还是退休前后的分界 对于退休之后的夫妻相处 有这样一个名词 叫做 退休夫妻相处综合症 在退休之前 夫妻之间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 每天早出晚归 虽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但各自都有心灵的依托 不会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对方身上 彼此之间保持亲密有间的距离 从而维系着夫妻关系的 和睦与稳定 然而 当夫妻相继退休 不再需要为了工作而返忧 也不再需要为了儿女而操心 彼此重新回到二人世界 整个生活中 只剩下对方相依为伴 猛然间 夫妻之间会产生不适应感 争吵和矛盾也会随之增多 其实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阶段 保持夫妻和睦幸福的状态 夫妻之间就务必要放低姿态 对彼此多些理解和包容 要知道 真正的夫妻 并不是谁征服谁 而是彼此谦让 携手同行 四 身体疾病的坎 身体的健康 是一切的根本 一个人可以暂时没有钱 但不能没有健康的身体 只要有健康的体魄 肯付出努力和汗水 总会慢慢变得富裕 让生活逐渐变得富饶 然而 人一旦失去了健康 就相当于失去了一切的美好 即使拥有再多的金银财富 也只能长期与病床相伴 终日以药物为食 无福享受这世间的美好 与人生的酣畅 常言道 生活的幸福 不在于名利 而在健康 身体的强壮 不在于金钱 而在运动 所以 想要顺利度过这道坎 就务必要积极锻炼 保持健康的体魄 这样晚年才会更加幸福 人生从来不是一道坦途 其中难免会遇到坎坷和挫折 其实 人生遇到挫折坎坷并不可怕 可怕的事不想办法克服 从而被绊倒 被打败 在55岁到65岁这十年里 人生会遇到以上四道坎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积极应对 顺利度过 余生幸福安康 美满安逸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有所收获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 成就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